各位你們好啊 我們又見面了 今次我特地和天公之城 坐這首下來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秘技的 停 這個小秘技就是 你們不需要用電腦 不需要用手機 更加不需要用日力 都可以算到是星期幾的 就是用這首 你們就可以算到 哪一年哪一日是星期幾的 我們大家就研究一下 紅色的數字是代表月份 而黑色的數字是代表星期幾 各數法就是由上而下 今次數到無名指最頭一格 今次再循環地數下去 我計算過今年的計法 頭四格都不計算在內 要是第五格才開始計算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測試一下 就當是測試4月1號 我們找到第一格的四字 就是代表四月份 數到第四格 就去到中指的第一格 而第一格那裡 剛剛四格就是不計算在內 我們由中指的第二格 我們由中指第二格開始 數起為之第一格 即是4月1號 即是中指的第二格 而第二格正正的 又是 將數字的五字 這個五字 就是代表星期五 即是4月1號就是星期五 我們看看是不是 我們再做多個測試 我們試試找3月27號去星期五 我們先找到3月份 3月份就在中指的第二格 而今年頭四格是不計算的 所以我們就由食指的第二格 那裡才開始計算 我們由那裡開始數 看看27號是星期幾 沒錯了 3月27號就是星期日 至於明年加多少格呢 如果今年是加4格的話 正常明年就應該加多一格 即是加5格 穩正起見 你亦都可以在 計算到今年的年尾是哪一日 數了幾格 然後就推算1月1號是星期幾 這樣計算是最準的 可以試一下 有時間大家一起試一下 多謝收看 拜拜